《鲁周公世家》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三篇 详细讲述了西周开国重臣周公的生平世纪 即鲁国从周公到清公八百年的兴衰史 周公旦即鸡旦 周武王激发的弟弟 辅佐武王伐纣 被封于鲁地取府 但周公留在朝廷继续辅佐武王 未去封地 武王去世后 成王年幼 周公就摄政带成王处理政务 并让自己的儿子伯秦带他到鲁国受封 此后 周公平定了怀疑叛乱 使得诸侯全部归服于周 七年后 周公还政于成王 之后也一再以治国之道告诫成王 周公死后 成王将周公葬于文王 武王所葬之地 表明是把他当长辈看待 而不是当作自己的臣子 为了褒奖周公的德行 还让鲁国有周天子一样的礼乐 周公是我国政治史 文化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他不仅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的基业 也把我国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形式推向了巅峰 为我国民族融合 政治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 周公所制定的礼乐行政 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也具有开山的意义 至今 诸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 仍涓涓流淌着西周时代那种众伦理 清义乐 好简朴 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 薄秦授丰至鲁 历经九位到武宫 此时周宣王在位 武宫于长子阔 少子系朝拜周宣王 宣王比较喜欢系 想立他为鲁国太子 周大夫劝谏说 会长立少不合理智 但宣王不听 还是立了系为鲁太子 武宫死后 太子系继位 视为义宫 义宫九年 义宫之修阔的儿子伯玉和鲁国人杀死义宫 立伯玉为君 伯玉即位十一年 周宣王法鲁 伯玉被杀 义宫的弟弟被立为孝公 经历了长幼之乱以后 诸侯违抗亡命的事就开始经常发生了 司马迁生动地再现了隐环之事 庆腹之乱 乡众杀敌历数 三环公伐公事等真实历史画面 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 也揭示了鲁国由胜而衰的必然过程